不良人六地十集六德飞起 张子凡冒李四元的名字登基 关于他的历史原型 大家也开始众说纷纭 呼声最高的是李四元和李从科 那么他的历史原型到底是哪个呢 我们先看历史上的李四元 历史上的李四元在位七年 沙滩府 包连历 罢工人 除灵患 废内铺 注意民间疾苦 号称小康 但在后期翻阵割据严重 他又镇压不住 最终导致朝局再次混乱 按照这个时间线 我们假设张子凡登基后的原型 是历史上的李四元 前期这些作为很好理解 关心百姓疾苦 想要天下大同的老张老李 合作创造了小康社会 干了几年后 张子凡想要金蝉脱鞘 新继任的人却能力不足 再次导致变乱 按照这个时间线 合情合理 就是结局不大和两人的初衷 再看历史上的李从科 他是张子凡原型呼声最高的依据就是 历史上的李从科 还真的就是李四元的养子 和张子凡的身份吻合了 李从科在位仅仅两年 最后因为无力抵挡石进堂 以契丹军队的进攻 自焚于洛阳 对他的评价是打仗很勇猛 但是治国很无能 登基后 为了兑现曾经许诺给部下的赏钱 让官吏们去百般搜刮名才 这个登基后的作为 明显不是我们老张的作为 综合对比来看 老张的原型 可能是综合了两个人的可取之处 想想他也不可能再位七年 李从科的两年 还是比较合适的 而登基后的作为 则是参考李四元 身为动画人物 自然没办法百分百按照原型来设定 柔和一下 应该是最好的设定吗